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大家看我们今天在办公室 我们今天点外卖点的是凯月轩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说凯月轩好吃 但是我觉得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 然后小胖去拿凯月轩了 我们点了外卖在办公室给大家评测一下 凯月轩的中午饭值不值得吃 但是今天我们还要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凯月轩在testing对不对 然后testing现在有legance一些新房子 但是legance一些新房子 大家要不要买呢 我觉得testing买房子一定要避雷 有很多雷给大家 今天我们边吃边聊 还等你呢快快快 我不是等你了吗 等我啥 打到外卖了 我们现在边吃边聊 身后是我们的执照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来没介绍过 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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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营业执照 对对对对 这个是冰冰旺的 这什么房产执照 这个是我的国税局执照 对 这是我们报税的 对对对 这个是保险执照 保险 人寿保险执照 这个是notary 对对对 因为我们办公室都会把我们所有的执照摆出来 摆出来的话呢 可以给大家更好的服务 那我刚刚都说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来评测一下 评测一下凯月轩的外卖 然后再说一下他自己要避雷些哪些 你先打开吧 看我们都要了什么 看看冰冰今天点了什么 首先呢 是他最爱吃的饱仔饭 对 我最爱吃的饱仔饭 饱仔饭没有饱的话 会不会没有锅气啊 这还好吧 然后呢 这个是排 齿枝排骨 对对对 金蒜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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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牛沙包好像是还是叉烧包我忘记了 这个辣椒炒蛋 对 这个是他们家的烧腊 说是获奖的烧鸭 不知道 我们你先尝尝吧 我们烧鸭我们是经常在那边吃嘛 对啊 在那吃还挺好吃的 我觉得在那吃挺好吃的 但是打包出来的话不第一次 还可以 就是皮可能没有那么脆了 我玩这边的点心电油 天好运 凯月轩 红城 京都 对 就这几个对吧 然后呢 京都是我最不会去的 好吧 因为京都离我们办公室最近 我每天中午呢 原来总去 但是后来呢 我有两个客人反映京都乱刷我客人的钱 一个那个我山下领域一个另外的对吧 他们乱刷 就是刚来人一看你刷的中国卡就乱刷钱 所以我后来就不会去了 那天好运是刚开的 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吃天好运 对吧 然后所以呢 但天好运呢没有这么多种类 对 他选择会少一些 对 天好运最好吃就是叉烧包 他最 硫黄 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凤爪饭 凤爪或者排骨饭 对 都是我爱吃的 那再说一下红橙呢 红橙中午的那个大的 这个叉烧饭特别大 特别好吃 那红橙呢就是一定要去吃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外卖 对 能吃外卖的话呢 我就非常推荐凯月轩了 对 让大家经常去凯月轩知道 他晚上是没有点心的 对 如果你想吃点心的话呢 叫中午去 对吧 他们家乳猪也可以 对对对 烤乳猪也不错 还有呢 我们会吃一个烟窝 当然你烟窝吧 说实话不便宜 70块钱 然后呢 那烟窝的份量有点小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的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喜欢吃哪些 可以都留言推荐推荐 就是或者您觉得 耳湾的哪个茶餐厅是您喜欢的 对对对吧 那先来说到这个凯月轩 因为它坐落在Tusting嘛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Tusting 因为Legacy呢 大家知道就是关注房子的人知道 Tusting也没有什么新地块了 对没错 剩下没有开发的都在Legacy那块 并且如果你要想投资商业的话 Legacy现在也有很多机会 因为他们未来要开发很多商业 目前那个整个地块在打包卖 但是呢Legacy呢 就整个Tusting 它其实是有一些需要规避 需要考虑清楚的地方的 没错 对那第一呢 大家都注重赏 我觉得你应该分两块说 如果我们说这件事 我们要说一下North Tusting和Tusting North Tusting就是Bakeman学区的 就是挨着耳湾最近的那一块 比如说我们说的Northwood Park 小区啊还有North Tusting山上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都属于North Tusting North Tusting呢不存在一些我们想吐槽的点 它只有一个点让我吐槽 就是它在航道上 对 它但是覆盖的面没有那么广 对对对 因为整个玩机场呢 它是这么建完了之后 它的航道呢是细长型的 它在那个尖尖上 North Tusting就是在那个航道覆盖线的尖尖上 所以噪音呢也会相对小一些 如果是我的话 我呢如果想买到North Tusting 我会买Northwood Park 这个小区是我的选择 然后还有一些就挨着 Urban Blue World往西走 有一些高尔夫球场的 包括我们的视频的一个 一个北京的姐姐在那买的 我觉得也蛮好的 山上我不会买 第一呢可能规避山火的问题 规避航道的问题 这是我先说的North Tusting 对吧 如果你很喜欢景的话 又很喜欢Customize的房子 也可以去那考虑一下 但是真的会有声音 这个我们实话实讲 那你再说Lengacy 就是Tusting就是在凯月轩和Hofu这边的新的盘 你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边真的会踩雷很多东西 然后第一呢大家喜欢Rvan 是因为Rvan自然好 大家看到流浪汉 对 那其实Tusting就流浪汉的问题肯定会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它目前已经有两个正在运营的流浪汉的收容所 真的吗 那这边呢 那这边在哪呢 就在它分两块 一个在Lengacy的北边 它在Tusting的老城区 不在Lengacy边上 一个在南边 那即使它键往着键的话呢 它会收容一部分流浪汉 那肯定会 这个流浪汉肯定白天没事会出来溜了嘛 对不对 那同时呢这些收留流浪汉的这个场所呢 它肯定会给定期给流浪汉做饭 对吧 那肯定也会吸引周边的流浪汉过来 所以说呢 这流浪汉是一个问题 所以您看 需不需要买在这种比较繁华的地段 因为流浪汉不可能往那个山上跑 对吧 它可能会往城市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这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买在 凯薇轩附近的新房了 因为如果知道汉来呢 它要在这溜达 我觉得也不是很安全 对吧 然后我听说的啊 还有环保的问题 是的 那其实呢 环保这个呢 分好几块 第一呢 就是我们知道 凯薇轩边上呢 有一个大的停机坪 就那个大楼 刚来的时候都不知道 那是位置干什么的 特别大 那是原来的这个海军呢 他在那建了一个专门做这个hanger bay 就是修这个 是海军吗 是海军 然后修他们飞机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呢已经退役了 然后另外呢 他还有原来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基地 这两个地方的唯一呢 就会可能因为在修设备的时候会有一些化学药品啊 可能会对土壤进行污染 还有油质的污染 对 这个是有的 但是这些东西已经退役了 目前的这些东西 这两块地内没有拿来盖房子 所以它还好 相对还好 但是第二个会影响到这个 环境的问题呢 就是说 Tustin原来有一个水银矿 这个矿呢 虽然已经封了很多年了 但是呢 目前的这个土壤检测报告呢 还是会有超标 同时呢 大部分地区的Tustin的地下 地下水源呢也是超标的 水银是超标的 所以如果在Tustin住的话 我肯定啊 当然了大家现在没有人喝自来水 我们都是喝这个瓶装水 叫自来水公司送 对 这个的话你自己考虑一下就好 所以还有我们就提示您 如果您住在Tustin呢 我们不是说的North Tustin那一块 不是Iron One那一块 如果您住在就柴月轩这边的新房子 您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您喝自来水的话呢 您最好往家里挨一个净水器 对 这样会比较好 这样会可以规避一些吧 就是为大家举个例子 之前我们帮一个 我很好的一个姐姐去买一个商业的时候 那个商业呢 是我印象特别深是Jacking Box 然后呢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呢 那个商业很好很便宜 回报率还高 位置还好 就在那个Santana 结果最后我们为什么没买呢 就是我们在做环评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呃这个商业过去啊环评分商业的环评分一二三嘛三档 在第一档的时候我们就没过 因为呢他之前是一个加油站 他加油站呢里面有很多tank 就是那种家买在地下的嘛 那个油罐要埋在下面 对 但是呢 嗯 变成快餐店以后呢 他轻过他把那油罐呢装满了沙 就是把油罐清理了 然后装满了沙 但是环境检测的部门呢就会觉得说 有一个油罐找不到了 就是没有记录了 对 没有记录了 就不好出报告 对 所以他们就没法出报告 所以呢 他们就会觉得会有问题 而且这样的话 我们的房子呢也没法贷款 对 银行也不会批 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对 你说这个情况其实在美国挺普遍的 因为呢 在美国早期吧 大概 他就是手写的 对 早期呢 就是美国之前 很久之前啊 有一波这个经济的疯涨 就是因为这个石油的开采 所以当时呢 美国很多这种主要干道商 都有很多驾驭站 后来驾驭站太多了 有的驾驭站是活不下去了 所以就倒闭了 这导致现在呢 有很多空地 它之前都是驾驭站的 对 我外话题 如果你买商业 驾驭站 洗衣房 修车场 都有环境的问题 你要多多注意 那么呢 说回来testing testing呢 你看有过海军路燃队了 有过水晶晃 有 还有 还有 还有那个 流浪汉 听说还有垃圾填埋厂 对 垃圾填埋厂 其实也是已经关闭了 而且呢 这个填埋厂呢 它是在testing的边界上 是在 上北下南左西西北边 那就好一些 西北边 对 挨着Santa Anna那边 对 那边也已经 也很有年份了 所以这个垃圾填埋厂呢 如果你买新房子的话 应该触碰不到这个 就是之前是填埋用地上 在垃圾厂上面建房子 应该是新房子不会 那好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那就我问你 你会在testing买吗 价格合适会买呀 对不对 我应该不会啊 我应该 我会买的小区是 Northwood Park 我很喜欢那个小区 挺好的 对 我也喜欢北边 我要买它就往北边买 南边新的呢 除了价格非常非常好 剩下它的户型什么的 其实没有太新我的地方 我说实话 但是Legacy还会 所以未来还要开一些大一些的户型 之前开的是Landing 当现在你不买 但是人家还现在还排不上队 Landing排不上队 而且不跟金钱合作 就是各种人也全卖掉了 是的 所以我们说这么多 就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考虑 如果您想买一个价格可能低一些的 那那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买进去以后 你尽量装一些净水的系统 避免给您的身体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没错 对 然后如果说价格贵了 那就不如其实我觉得买到 尔湾南边一些 Lake Forest Mission Mielo 这种比如说什么Dynam Point的这种地方 对吧 这是我真诚的建议 其实就是你刚刚说这几个地方 其实之前都有大体铁排场 什么Dynam Point 什么Caps Trano 这几个城市都有 如果大家想找这样的信息 其实是可以上 Orange County的官网 它有一个单独一个页面 就是告诉你之前在哪个地址 有已经关闭的填埋厂 对 其实填埋厂这件事无所谓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那些化学的东西 主要是水银 对 我觉得化学的东西是比较吓人的 对 那今天我们讲Tasking 就借着我们的Tasking著名的凯月轩 对 来给大家讲一下Casting壁雷的状况 是的 如果你对你所居住的城市有任何想推荐给大家壁雷的点的话 也可以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对对对 然后最后你再尝尝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尝尝这个 我一开始到现在都没跟他 这几个好像我都不爱吃 就是它是不吃海鲜的 所以海鲜的东西它是不吃的 叉烧 是叉烧吗 叉烧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外卖了 因为叉烧热的好吃 稍微有点凉就没有那么好吃 叉烧的话呢 我很爱吃 但是我不爱吃这个叉烧 是带洋葱 不是 我不爱吃它这个皮 我爱吃天好运的 大家要去Demon Jambore的plaza买天好运 天好运的是脆皮叉烧 我喜欢吃那种上面跟菠萝包似的脆皮叉烧 我觉得比较好 就是加一层酱烤出来裂 对 那如果大家有喜欢吃的 还有我们没给大家说到的这种早茶店 在耳湾周边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次跟大家去品尝一下 那我们这一期就结束 我们下一期耳湾白皮书生活指南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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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